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重30牛頓的物體 W是等於30牛頓 受到40牛頓的水平力 這40牛頓的水平力 而壓在千指牆上 靜止不動 強於物體的靜摩擦係乎是1.2 動摩擦係乎1.0 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看一選項 物體所受強之正向力40牛頓 這個對 為什麼 你就把對象釘在這裡 這物體它現在受了幾個力 水平方向的 受了水平力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水平方向的 這個推理 這是正向力m 這m 這m是40 減掉m 這邊 這個是等於0 因為它在水平方向沒有移動 所以m是等於40 40牛頓 所以這個是對的 物體所受強的正向力40 這個是對的 好 這樣我們看 V選項 物體所受強之靜摩擦力30 好 那我們看這個物體在牽指方向 它受了幾個力 受了一個靜摩擦力 它沒有動 它還有重力 這個是 F 減掉W等於0 好 那我們現在還要看看 這個什麼呢 這個30牛頓 有沒有越過它的最大靜摩擦力 它的那個最大靜摩擦力是多少呢 現在正向力是40 好 那如果它最大靜摩擦力就是μs 那乘以多少 乘以那個n μs1.2 那乘以40 這個是多少 48 48它是超過的 超過30 也就是它的靜摩擦力沒有越過那個最大靜摩擦力 所以靜摩擦力等於30 這是30 也就是靜摩擦力 靜摩擦力 等於30 30牛頓 咱們看C選項 C選項 它說物體所受強的作用力是50牛頓 對不對 這物體所受強的作用力包括什麼呢 包括這個 這個靜摩擦力 還有什麼呢 還有正向力 這個正向力40 這40 這是30 那合力多少 合力當然是50 我們講的是強給它作用力 其他不算 這個不算 這個不算 其他不算的話 強給它作用力的話 這是30 這個方向是40 所以是50 牛頓 所以是F等於50 牛頓 強給物體的作用力是50 牛頓這個是對的 這樣看B選項 這個B也是對的 第一選項它說 如果物體已經延強等速下 就它已經越過最大金摩擦力 這個時候摩擦力是動摩擦力 這此時水平 水平力F是20牛頓 對不對 如果它水平力是20牛頓的話 那麼它的正向力也是20牛頓 那麼它的動摩擦力多少 動摩擦力呢 就是等於 μkn 那μk是等於1 乘以n是20 因為它說這個是20的話 這20的話 那這也不是20 這20 所以動摩擦力只有20牛頓 那動摩擦力20牛頓 那這個呢 那個地性引力是30牛頓 所以它會加速 不會等速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D